《愛自己》 所以愛自己真正的 那個時候又回到我們最原始的 我們就是酒啊 我們人來到這邊就是一大堆酒啊 就覺得自己不夠好 Something wrong about me 那今天我在跟我的親密關係互動中 這個東西天天在出來 所以你跟人家吵架 是說這個張伯茲講了一句話 說那個菜有點鹹 哦 你心情好都沒問題 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就跳掉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句話心情不好的 心情不好表示說那個酒就很強嘛 你內在不安的對自己已經不肯定了 然後還在講說那個鹹了一點 哦 果然你連你也做不好 連個菜都做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子 是心裡有這個東西 我們在外面去對號入座 所以身邊的人 你不快樂 身邊的人更苦 所以其他可能一句話 你把自己搞定 把自己愛自己的話 身邊的人都幸福 你能夠愛自己的話 身邊的人不可能體會不到你的愛 為什麼 他說那個愛不是你這個肉體裡面的那種情愛 那個愛哦 是屬於最上的一個經驗 那個愛不是你的身體的一個限制 如果你連內心有愛 你嘴巴不講話 你隔壁的人都感覺得出來 都感覺得出來 所以他跟你講說 那個愛是沒有辦法修的 因為你不早就有 可是你根本經驗不到 什麼東西讓你的愛出不來 我們想想看 什麼東西讓我們的愛出不來 這麼乖的學生啊 知道也太敢 還不敢講 什麼內疚啊 其實他講東西 我們每一次分每秒都在經驗到他 他說的 萬一說錯啊等等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 老是怕人家知道自己不夠好 所以是 我剛才講一講就講哪去了 為什麼不來 為什麼不來 我剛才講到什麼東西讓愛出不來 對 什麼東西 忌妒 猜也可以猜得到 過去的傷害 還有啊 就是救這話以後你們還抽象 你沒有辦法愛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在一種恐懼當中 害怕 害怕 對不對 所以他講說 修行不是在修那個什麼什麼 慈愛啊 仁義啊 道德啊 他說這個東西啊 你心情好的時候 人家不教你 都會表現得很好 因為你本來是好的 好 你心情好的時候 你一定會對你的人好 他現在問你一次 你心情不好 這個東西你要處理 你天生就心情不好 你的整個電腦的女色 就是心情不好 那那每一次有一個人 讓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只跟郭兒園的心 勾起你 覺得自己真的不夠好 自己很委屈的那種心態 那那個時候 所以你要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要用寬恕 寬恕是什麼樣 寬恕 好像是外表的時候 寬恕他剛才講了什麼 就是該講的話沒講 該誇獎說這個菜很好吃 太太謝謝你燒飯 他講的句有點鹹 他講就是講錯了一句話 你寬恕他這一句話的話 那那個時候你自己心理上也會好受給 那這個你收回這個頭就知道 他講那句話不是針對你講的 可是為什麼一個有內丟的人 一定會對話入作 外面講的都是針對我 衝著我來的 可是我講過 每一個人都在自保 每一個人都在自慰 而自慰是人的生存的權利 當你知道他在自保的時候 你要尊重你兒子 那現在你難過 我的菜做不好 你現在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寬恕你自己菜做不好 你能不能接接說 我菜為什麼要做很好 我能夠給你做 你就應該笑 我們能不能理直氣壯的 就可以講說 這個菜不對味啊 其他三個還很對味啊 你為什麼不能夠自己欣賞 那你就吃另外三個嗎 我們就會盯著那一個 他說不夠好的那個東西 就卡在這裡 看到沒有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別人在證明 我們在最後找理由在證自己 證明我果然不夠好 人類的痛苦是這裡來的 不是別人害你 連生病也是你要證明自己不夠好 因為你這樣才會受害嘛 依照受害者的時候 你太累了 受害者的時候 別人怎麼樣 不能不來幫你了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有他的一個需求在後面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那我們看到了說 原來我們都要的一樣 我們都給的有限 可是我們都在盡自己的能力 那今天你這樣子看 也這樣一說 勾起來我不夠好 原來這樣 我有個解決的一個下手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有個方法 學會有個方法 把這個解決的話 那今天這個人說我不夠好 我兒子說我這個媽不夠好 我學校我的同事說我不夠好 我不會受太大的影響 你說哪邊做不好啊 這樣子我忘掉了 我就再做一下 然後人家那個不夠好啊 欸 兒子可以跟他講啊 你老媽就能夠只有這幾分 你也沒選擇了 你就是反正還很爽的 可以跟兒子這樣做對話 而不會糾結了一堆心 然後東投射西投射 都是潛意識裡面的東西 我常講那個父母的愛 真的是 你們那個愛 就是說我們那個人間的愛 都是有刺的 都是有期待的 所以你越愛還是逃得越遠 你就知道 因為你不會愛愛自己 所以你不會愛自己 你呢 你臉上的愛都帶著恐懼跟內丘 別人都感覺到這個刺 都在討論 所以每一個人 他跟你講 都是給你一個機會 看到你真的不愛自己 你真的從來沒有判斷過自己 經常過自己 如果藉了這個互動 你開始知道有個方法 能夠解掉自己 跟自己對不起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你跟你的那個弟兄 就跟你身邊的人 就會建立一個 他們叫神聖的關係 其實我們人間也不叫什麼神聖 就是你們的關係一定會轉好 可是什麼叫神聖 為什麼叫神聖 就是說 你跟他的關係好不好 都不是重點的 你知道嗎 是說藉著這個互動 你開始跟自己建立一個健康的關係 你終於找回了自己就是要來幹嘛的 當你抓到了這個以後 那這樣我還在不在啊 這個東西在我們就好好活 你不在的話我也可以好好活 我自己也覺得越愛自己 你越愛自己就自己越可愛 你想一個可愛的人 你不會吸引到愛你 一個可愛的人 怎麼會吸引不到愛你 所以講神聖關係不是說 哎呀我要跟你啊 要相敬如拼 我們兩個都順道人啊 我們要怎麼樣 不是 奇蹟課程神聖關係 當你了解寬素了以後 你知道怎麼樣子說 說面對自己的時候 你愛自己的時候 你跟自己建立了一個 一個真誠的一個關係 那所有東西因著你自己 開始看到自己裡面的善的時候 一切都因著你而改變 就靜有心臟 這個愛 你內在的愛自己這個愛 一出現 那我們反過來說 那我天天就坐在家裡 愛愛自己 你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哪邊有錯 哪邊有 我活得好好 今天沒有人講一句話 我菜做不好 我覺得我很好 看到沒有 我們的不好 都在潛意識下面 我們的意識 都在證明我是好的 潛意識下面都知道 那個什麼第八夜 第八事啊 都知道前輩子啊 怎麼樣的 一大堆狗屁唠叨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以你說我坐在這裡 我要跟自己講 我是很美麗的 我是很好的 我是什麼樣的 他說沒有用啦 騙不了自己的啦 因為你下面每一個句話 都是在譬 就叫做我才不相信 另外講說 我會中一百萬 我會中很多新世代人 中文方式 心想事成嗎 當你說你會中一百萬的時候 其實你下面有一個很深的概念說 我好需要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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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嗎 我好窮 我好窮 沒有一百萬我就不快樂 你不知道 當你講這句話 你要一百萬的時候 你下面潛意識 有多少信念在下面 刺著 所以其他人講說 你所有的東西 都藏在潛意識下面 你沒有一個鏡 把你那個內在 藏的那個 藏的那個東西勾出來的話 你還不知道要修繩 你還不知道怎麼樣愛你自己 所以他跟你講說 是以前講說我們要服務人類 要改造世界 其他人講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為你來的 他說演戲給你看 你是怎麼一回事 你只要看到他 他就在你的夢境中 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會夢到怎麼樣的世界 你就會夢到什麼樣的人 所以今天他跟他罵你的話 你自己想要看 你自己心情長怎麼樣 他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樣的話 全世界的人都是為我來的 當我給我 把我自己的心結結的時候 那個愛自然出來 愛自然出來 愛是不是因為我愛你 那種愛的 愛自然有感染跟延伸的這個能力 那你的責任不是要愛別人 你的責任要讓自己的愛出來 那可是自己的愛 又隱藏在那麼多的心結下面 你需要附近的人 給你把下面的東西勾出來 給你一個寬恕的機會 那當你寬恕了 外表上寬恕它 其實你只在寬恕你自己 這個時候你內在愛出來的時候 這個叫做其他人的寬恕法門 好 那我們就知道了 最原始的那個狀態是愛 就說圓滿啊 愛啊 這種一體啊 我們會掉下來是因為揪 那你回去的話 如果你心中無愛你 回不去 所謂修得更好 你修得更好的話 你怎麼可能跟人家一體 你修得更好 我說我更好 是我比你好 不 你不可能跟人之通的了 那最上經濟不是都是一體的嗎 都是愛的嘛 那我就擔心有些修不修行的 你本來不修還跟大家很好 你修的時候天天去 你要吃素啊 要打坐啊 你又覺得別人都是很俗氣啊 你跟人家越來越分裂 所以說任何方法都好 可是你要知道 其實可能就是提出來這幾個原則 要越修就是內在的 越覺得自己不夠好 那那個不夠好就是壓在潛意識下面 那只有你最親近的人 越親的人勾的東西越痛越深 而你能夠轉的機會就是越快 你就越大 所以他其實可能到場 就是說在人間 而且人間還是在這種人際關係上面 所以他說二十一世紀以來 是用這個 是說人類用各種修行的方法 結果人類沒有更幸福更平安一點 他講說 所以你必須要不要再想要修什麼大法 你好好地寬恕自己 藉著不完美的弟兄 寬恕不完美的這些假象以後 你會經驗到你本來有的這個愛 那你本來有邏輯 課程這就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理 愛不是說你要修什麼人啊 愛啊去得到那個愛 愛是你朋友的 你只要看到恐懼的時候 你把這個恐懼化解 而這個化解最好的方法 就是寬恕跟你一樣糟糕的人 我們都一樣 寬恕跟你一樣糟糕的人 你就覺得說自己不糟糕了 那裡面的這個力量 一直回來了以後 就是帶給你一步 所以奇蹟課程 他就這樣子一步一步地 讓你裡面的東西愛出來 因為他的方法是人際關係 你這個寬恕的話 你想你跟人 人際怎麼可能不好好相處 對不對 如果人類都要學寬恕的話 你不要去救別人 別人就喜歡跟你在一起 因為在奇蹟課程的觀念裡面 就是說你身邊的人 都是你的夢 都是你做出來的夢境 所以呢 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需要修 今天我做的 你們是我做出來的夢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以為我的夢 就是講師要講得好啊 要怎麼樣怎麼樣的話 我是 我是miss the point 是 我是藉著這個講課 其實要看到我內在的恐懼 萬一講不好怎樣啊 這個揪得出來 我就藉著這邊 工作還是工作 可是我的眼光不是看外面成績 好不好 而是你內在 講到那個六十歲 你還擔心講不好 那你真的是這個 要從頭修起了 是 就是說所有的事情 都是讓你看到 你自己還在怕什麼 還在希望你們給我鼓鼓掌 來鼓勵讓我好好秀一點 如果看到這樣的話 那就是每次都回到原點 在寬恕自己下 從頭來 所以我們講說 那你呢 那就是說 你如果說要讀奇蹟課程的話 你也是 只有你需要修 別人不要 你修了 天下人都得福 我差不多跟他們學的 就是講的來講說 你千萬不要 我講到好以後 你就給你太太買一本奇蹟課程 他就給你太太買一本奇蹟課程 他很需要 讓他來認識落水一下 那我就表示沒有聽懂 就是說 奇蹟課程講說 因為他講你啊你的 他最後跟你講說只有一個人 外面沒有 講到好學 那我們就不合不一提吧 就講到好學 可是世界上他講就是說 就是一個人幻化出來的 你在我夢中 我在你的夢中 我借我夢中的人修 你借我夢中的人修 如果我們的夢名項目 你就會碰在一起 那如果我欠你錢 或者我需要你修 我也會碰在一起 沒有緣就不碰在一起 可是就沒有緣就不會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就是說 你在幫我 你是要來幫我的 不是我在來幫你的 你想光是這些觀念 就是已經會引導在一個 和諧的一個狀態下面 所以讓你修到 在上去的時候 所以你不必要修什麼大道 你只要少做那個傷害你 傷害別人的事情 那所謂的他們講說真實世界 就是說你心靈上 也有的那種體會到愛啊 那個世界會在你心中呈現 這裡面要解釋一下 叫做真實世界 不是說真的世界 說我們的眼睛 真實世界是什麼 真實世界叫做 你自己心中充滿了愛分寬數的時候 你看別人多可愛 我再想這個很自然地講 我們兩個同時坐在一個地方 我們兩個同時在看一個電視 你的想法 你的感覺跟我感覺很不一樣 即使在一個亂世 就是有些人活得很光輝 他把最後的一點愛給列出來 有些人他就落入 他看了就恐懼 所以我就記得最早的時候 那個什麼呢 有一次大地震 我們今天不是很大的 是921地震嗎 我就聽了幾個朋友講 就兩個朋友這樣講的相反的話 一個就講是說 我看到人家捐那個什麼 捐水啊 捐什麼東西 他好感動啊 就是他就覺得是說 真的是把那個大愛 都要衝出來的一個地震 所以在最糟糕的時候 光輝會會出來 可是我也聽了一個 一個修行的朋友講說 他正好看到的是什麼 他看到有人用那個 人家捐的那個瓶裝水洗澡 因為水太多了嘛 他們在那邊有人在盜他 他在電視上正好看到這些瓶 他就很生氣 你看了沒有 同樣的電視你在轉什麼台 你會看到的是一個很慘的 很生氣的 你看到的是一個很好的 真實世界說 當你心中 當你已經寬恕的時候 你看人都看到是說 每一個人都在敬意 他在罵人 你看到的時候他在求助 那那個時候 你知道你在別什麼 你們的關係自然好 所以就是說 真實世界是在你的心裡 否則我常講說 那個佛陀怎麼去涅槃呢 看人家那麼慘 他看到的是 這些還是在做噩夢 做噩夢一場 可是他的那種原本 完全沒有喪失 那誰能夠喚醒他們呢 提及客人講說 佛陀都喚醒不了你們 耶穌也喚醒不了你們 只有你們 我冤家天天盯著你盯著你 他哭哭你啊 逼著你說 受不了了 我要去上心靈課程了 一定很苦找不到出路了 他會想要去搞心靈課程 我本來是個心靈 我們到了人間 就是忙人間事嘛 誰會想要我是心靈呢 一定是很苦的時候 或者很慌的時候 真的 我們到國一直把找到肉體 就是忘掉我是心靈 那個忘掉我前面失去的天堂 所有的都忘掉 我只要記得 我有個丈夫 有個小孩子 光是忙他我就忙死了 可是忙得非常不快樂 實在沒有出路 忙個半生 老公竟然跑了 那個時候趕快去學心靈課程 修行去 那時候就會帶你去 進入心靈的層次 是這樣子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外在的事情 其實都在給我們一個助力 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那個活肉在上面 我看他過得很好 在涅槃那邊 他知道 你們搞來搞去 逼著你們遲早要修心了 連不修真的哭不下去 就是再哭不下去 其實可能講一句話 幸好人類受苦的能力 還是有限的 不過自然會找出一條出路的 所以你不要急 就要你自己修好的話 別人都會感受到 所以我們急急課程不修境界 修境界就是未來的 什麼我要修什麼 第幾地啊怎麼樣 他想說你本來就有 你幹嘛去修找一個境界 你唯一的工作就是想說 我這個有愛有 我也感覺不到 你也感覺不到 因為我這個時候我在擔心 我擔心你衣服穿少了 怎麼樣我就低估低估低估 低估的時候 你也感覺不到愛 我也感覺不到愛 我看到我這個低估的時候 我看是我自己 我馬上收回這個頭 頭順 原來我擔心他 其實我自己擔心我自己 沒兒子怎麼辦 沒丈夫生病怎麼辦 原來是擔心我自己 我收回來的時候 那個創那一清零的時候 把那個害怕收回來 你下面的愛心 自然會冒出來一個頭 就是你心情好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恐懼的時候 你愛心出來一個頭 奇急課程要的是這個靈明 一點靈靈神聖的一刻 你的修行 你不要去追一個境界 而是我每一天 我只要為這一刻膚子 這一刻膚子 就是說 我可能我今天講了九句話 都很笨的 可是我在跟他的時候 我就講了一句 或者少講一句話 本來想罵他 少講一句話 那一場的那個空間 你一聽到那個平安的時候 那個一剎那 會幫助你 再走下去 你隔了幾分鐘 剛才還好 我剛才沒跟他吵 兩個人都沒事 他還用很多感激的眼光來看我 那這個東西 就成了你下一步的本錢 那你五分鐘以後 又碰到那個人 你剛才有這個本錢了 你站那一剎那 你能夠寬恕 不去把自己的痛苦害怕 投射在他身上的時候 就算是他想要找你麻煩 你沒有跟他互動 哎呀 這個是很大的功夫 這個時候你會經驗到 你不是恐懼 你是愛 這麼一點點的愛 所以奇蹟課程最後是要修 你只要修一課 這一場呢 你能不能把恐懼稍微收回來 然後愛自己一下 然後問說我現在 如果我沒有恐懼 我會怎樣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他最激憤他們講說 如果修行啊 你要修的話 就是要修到說 你不是在追一個理想 永遠追不到 還要修個什麼苦功 你修的東西是你本有的 你只是說 把那些障礙 把它挑起來一點點 你沒有一個境界 你要去滿全他 你只要這一刻 因為你本有的 永遠失去不了 你不許把他拉回來 你只要讓他 今天我出現兩秒鐘 明天出現三秒鐘 那那個東西力量會慢慢給你 所以奇蹟課程他 雖然他完全用這種人間話來講 可是你想想寬恕是什麼 寬恕其實它是 真正我在講說 我們其實那個金剛經講說 一下子像啊 飛像啊 什麼的 可到 不是可到 可到老子的 那個金剛經講說 是這個又是飛什麼 對不對 然後又是什麼 是不是 其實它就是要破你的像 你想寬恕 是不是破像這裡 更快 因為我說這個 打坐的時候 我一切都是空的 一個聲音來吵到我 那就不空了 趕快起來了 不要吵 我在打坐 那寬恕怎麼會是空的 我會破這個像 他明明在罵我 可是我要看到是說 他在求助 我一個人對自己要很有信心 就像一個大人 看小孩在那裡哭 你不會怕嗎 大人在跟你吵 你得保護自己 小孩在那裡跑 就不要吵 不要吵 你不怕他 看到沒有 因為你自己知道 你有辦法保護自己 你不需要 他不會傷害你 寬恕 如果你有這本理說 原來他是在求助 那那個時候 你完全不受他那個憤怒 向所所引導的話 你就在破像啊 對不對 那破像不是修空 空性是最好的嗎 對不對 然後修了半天 你不要去救別人 每一個身邊的人 那個你最討厭的冤家 來討債的 只有他能夠勾起你內在最深的痛 所以你要回家 耶穌說啊 你要靠他 你不是靠我 你看我耶穌已經 兩千年也沒有 我把你救回來 那那個身邊的人是不會放過你 你就是靠他給你冰啊 如果你還講輪迴的話 這輩子沒搞對 下輩子再來 對不對 意思講說 弟兄成了你的舊主 那你這都不可能不夠我職嘛 修行修的最大就是我越修越好 越修越好就是我不跟你一樣 不跟你一樣 我還修什麼一體啊 對不對 什麼一體啊 什麼那個一心啊怎麼樣 我老要修跟你不一樣 我們打坐不是嗎 在一起的時候 你不動我就不動 你撐20分鐘 我可以撐21分鐘 我們打坐大家在一起 有這樣子一個好強 所以奇奇克的說 人家是你的舊主的話 託是最好 修奇奇克成修好了 自己不知道自己修好 他覺得外面人都對他好好 因為他那個愛出來 每一個人都想親近他 他只覺得每一個人都變好了 那個是奇奇克成的修法 那他有講說因為他是 他只要他不要求你說 你要做要30分鐘 這個時間他跟你講只要一個剎那 而且你這個剎那你沒有修對的話 你也不會丟掉你本來好的 永遠在哪裡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你自己造的 你丟不掉的 那怕什麼 那個時間千百萬元 所以你不要管那個時間 你下一刻修出來的話 你只要管這一刻 為什麼我們要管這一刻 如果我有時間關了 這很麻煩 我打坐的時候 我老想說我三年前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好 三年前我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我只是這一刻 我面對他 我們現在兩個有衝突了 我做了一個選擇 那一剎那 那一剎那 你就已經經驗到 你是愛的這個 這個源頭了 所以那個修法也是破時間 破時間 他不知道要修什麼境界 需要多少時間 他就那一剎那 他自己 他人 其實可能又有兩個人來講說 你啊 你再想想看 你說你有很多情緒 什麼恐懼啊 嫉妒啊 什麼 他講 他說沒有 人間只有兩種情緒 一個恐懼 一個就是愛 哪一個人不想把自己弄好 對不對 可是你自己那個好 出出來的時候 都是你在害怕的時候 那你害怕會怎樣 你不可以說我害怕 害怕的時候 馬上第一個出來就是 就是憤怒 當你怕小孩生病的時候 小孩不穿衣服 那個憤怒會起來 所以那個憤怒是跟著 恐懼出來 所以人間只有兩個情緒 你不在愛中 你就在恐懼中 你所有的東西好的 都出來不是因為你壞 是因為你在害怕 人家恐懼 所以你又開始 一恐懼防衛措施出來 一防衛措施出來 就跟人家對立 就跟人家對立 所以很多問題就要產生了 所以其一客人 把所有問題都把你拉回來 反正你不是愛就這個恐懼 現在在恐懼中 那你趕快寬恕自己一下 不要去忙別人 然後你就 這兩個就 就掉回來了 那麼如果說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已經是說 你就已經在修了你這一次 所該修的功課 那至於說會不會上天堂 你根本不在乎你會不會上天堂 你在這活得好好 因為你在心中 心中在這個真實的這個 在這個境界的當中 因為在這裡 齊齊課程他不說你悟到 他不說你修成修道 他說你一起回一起 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不需要費力 你要修道你很費力 Remember原來是好 而其實你這一生都在證明的時候 只不過你用了方法 越搞自己越不好 越覺得自己不好 齊齊課程給你一個方法 讓你知道說 寬恕的時候 you will feel better 心想事成 成不成無所謂 you will feel better you feel better 你自己感覺到好一點了以後 你自然力量就出來 所以其實客人講說 我的功夫不是給你到最高什麼 帶你天堂 他說我功夫 我教你就到這裡 就是說你這個門檻跨不過去 你在古具當中 你的那個障礙 你老是拿這些東西來障礙 你真正好的東西 我只是教你把這個障礙怎麼處理 除了以後不需要你教你 你裡面的好自然會 跟上面的好一相應 你就完成 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是齊齊課程 整個的一個思想體系